房市新闻轻松讲 建案消息随便聊 泡杯好茶 你现在收听的是房老吉 关心你的房市幸福 我是房老吉 我是大院子 我们都知道这几年啊 南部的房价可以说是一飞冲 那现在这个投资客已经渐渐收手了 但是科技业的主管却继续的南下列地 我们来看看这个新闻 科技业主管南下列屋在地的专家言 改变了区域的房市生态 这几年呢 高雄房市有很大的变化 北高雄因为有桥头科学园区 台积电要到南子设厂 以及汪贝壳串联桥头科 陆竹科以及南科 而形成了科技业的产业朗道 加上左银谷山等等的淡黄区 房市持续看好 带动了区域房市的量能 那至于南高雄也因为科技业的因素 房市的生态产生一些变化 根据专家指出 去年林亚区的一个屋龄 20年左右的社区大楼 就有足科知名科技业大厂主管 到该社区买房 其经济实力雄厚 成交就创下了社区的新高价 那高雄因为不少的利多加持 近年房价确实上升的惊人 专家指出 高雄的淡黄区 像是左银古山三明的等区域 目前大楼新案的单价 已经到了四字头 甚至逼近五字头 尤其小平数产品单价更高 他表示 首购族因为有新清安加持 这几年也勇于进场 不过单总价太高 仍然难以负担 因此他们都会挑选 淡黄区中古屋大楼 屋龄十年左右 单价三字头 二十多年大楼单价 二十几万就可以入手 买房的压力也比较小 他这个新闻 他提到这个科技业主管 南下购屋 然后我们之前不是讨论过 投资客已经渐渐在收手了 那科技业主管 我觉得他们会持续购屋 肯定他们就是对于这个区域 有一个自己的见解 他可能会本来想说 反正我就是先买 买的可以怎样 租给我的员工 或者是说这个学弟 这跟我们在会员频道 有提到的一个状况 有点像 你看到这种高阶主管冲过去 你大概就知道 有一些消息已经落实了 已经确定了 就是说他们得到的内部消息 他们不是去拿去炒股 他们得到内部消息 他们是敢去买房子 那些内部消息到底会是什么 当然就是一些公司的愿景 公司的计划 所以他已经知道 那边大概会有什么东西 那边大概会有多少人 那他们大概是什么职位 他们的薪资大概是多少 那有可能 我在这边可以将近99.99%的机会获利 所以他们就赶快去了 这几年 就是房市的一个新的生态 以前一直在讨论的 投资客 自助客 自产客 现在有这种科技客 真的 那在投资的角度 其实跟以前的一些投资客 就是有一些比较大的不同 以前大家就看了 比如说麦当劳 或是捷运 政府建设 学校 那会看这些东西 才下去投资 甚至有一些是mall 但是他现在不是 他现在直接会知道 哪个地方会有多少人口 然后这些人口的收入多少 很厉害 其实蛮厉害的 我之前有一阵子 就是听朋友 有在买股票的朋友讲 他们都会去听租冠讨论 因为公司会有单 他们就会知道 公司单要给谁 然后公司要接谁的单 那一个公司的股票就会涨 他有这些基本面的资料了 反映到房市也是一样的状况 但是你换个角度回来看 这几年的这个变化 跟以前不一样 以前是大家是跟着政府 或是重大建设 或是商圈 或是有学校需求 购物需求 等等的这些去走 你会感觉这个市场 感觉是人人都可以 有机会 你只要眼光够好 或者说你有存到一点点钱 你有机会 但是最近的状况 你会感觉到 好像只有高科技人才 能够做这样的事情 当然我不是说 完全单一 虽然说我刚用了只有这个字 但你会看到他比例好像很大 不管是他在买房子追高价 或是说他有没有能力囤房 或是下去扫货的 或是去某些市场直接进驻的 都是这些高科技的 也就是说 台湾现在的状况是 科技业跟其他产业的收入 拉得越来越远 这样子的话 对整体经济到底好不好 这个我们就不谈了 但是可以明显看到的就是说 当一批这个新的科技新贵进驻之后 在地的人一定会感觉到一种落差感 不管是大家对于房子价值的认知 还有消费力收入等等的落差 然后呢 这些人的习惯 跟原本在地的人的习惯 也会有一个落差 没错 这样子的状况到底好不好呢 因为我觉得如果说你是 譬如说竹科那边的 他们大概已经习惯了 因为他们适应的时间比较长 而且当时没有一下拉出那么大的落差 有一个坡度拉上去的 但是现在直接到其他的县市去 明显就有一个高低落差很大 真的 那我们之前有听到说 这个在新竹那边说 就是园区人他们的这个生活方式 或什么的就跟你比较不一样 那一切都比较会造一些规矩来 那也不像是这种有些传统的地方 他可能邻居之间 故乡比较多的包容 但他们比较守规矩 对他也不会去干扰别人 对他也不会去干扰别人 他不会造成别人的困扰 但是别人也不能造成他的困扰 譬如说有的时候 你在这个梯厅那鞋子摆出去 那你在这种型的城市 是不太可能发生的 他们会觉得你这样子影响到别人 对也不是说你摆 我也摆就好了 不是啊 那规定说大家不能摆 那就不能摆啊 我也想摆 但规定不能摆 那我就不摆啊 就是这种感觉啦 在这个方面 他们会比较有一个规矩在 没错 但是没有所谓好不好啦 那有的时候变成说是 你这种传统型的 比较在地的 会觉得说 大家邻居这么熟了 干嘛计较这么多 对对 你也摆我也摆 大家都好啊 给大家方便啦 我觉得对于这种在地客啊 对 这园区人啊 我不是说园区人不好 我说对于在地客而言 这它是外来种的感觉 它破坏了原本的这个状态 台积电也是 但是没有 我讲实在话啦 因为你的工作属性不一样 你本来就会变成是 不同个性的人嘛 那你今天如果说 今天是高科技产业 如果说你什么东西 都是啊 我包容你包容我的话 那出去的东西 量率应该不会太高啦 没错 真的 你不可能达到这样 目前的成就啦 那所以我觉得 这个本来就是有差异的 我们平常生活中 也有某些人生活 是比较仔细一点点的 那这个我觉得 这没有什么不好 反正没有影响到 应该就算是一个正常嘛 对不对 没错 但是台积电呢 它只要到任何地方 它就会改变任何地方的 这个生活形态 那这个目前现在 也是确定的事情啦 可能他们也不是故意的 那没有办法啦 对不对 那就是 他只能说 他的公司文化是这样子 他不会说 他公司文化到这边以后 就变成是这样在地文化了嘛 唯一会变得 可能餐厅里面的 这个食物不一样嘛 比如说他到台南 里面的餐就比较偏甜一点点 之类的 但是公司文化 我想应该不会变啦 但是在这些科技重镇的城市里面 可能很多人会因为高科技来高兴 可能很多人会因为高科技来而排斥 或是没办法接受 但是不管怎么样 这些人呢 他们就是会有能力 在在地买房子 而且将来会在这边生活 当然也有可能会被调离到什么位置啦 但是这是有可能 而且政府也是希望能够 这样子能去出动经济的繁荣嘛 我觉得也许啦 你可能一开始不习惯 但是势必得习惯 因为也不是说来间来一两个人啦 而且可能一下来的几千人几万人 然后这些人呢 他的收入又是比较高的 慢慢他会在区域形成一个 不一样的一个氛围 也许是给城市注入一些新的活力 也不一定啦 回到间的主题 就是说 的确有蛮多主管 他就下去买房子了嘛 所谓的猎屋就代表他不是买一间啦 然后冲下去买一间房 不是他可能下去就五间十间就买了 买一堆 对 那个主管 大主管会带小主管 小主管会再带小组员 那你这样一去可能 如果说你量体不大 可能一栋就被包完了 是很有可能的 如果说你觉得说 这样的房子这么贵 谁卖 的确还是有人买 没错 那怎么样改变当地的生态呢 就是旁边的建商看到 哇这样子也可以喔 那我旁边我也想涨 也许我的产品只是卖在地人的 可是我看那边长成这样子 我也想要涨 那地主看到大家 喔价格卖那么高 台积电要来了 那我也想要涨 人人都想要涨 因为都想要赚钱嘛 你能够去怪台积电 你要不要先怪你自己的邻居是地主的 在地的嘛 为什么你要卖那么贵 不可能嘛 你不可能就怪他嘛 因为有机会他一定会想要多赚嘛 这个是人性就没有办法了啦 所以他会造成的影响是这样 我没有说这个是好的 但是他势必会有这样子的影响 那大家心里面就是要先有个底了 也不要去恨那个带队下去的这个大主管 因为对他来讲 他只是看到他们公司内部的趋势 他觉得有机会 那他也想赚钱 其实人人都想要赚钱啦 只是有的时候在房市的市场 就有点像是零和游戏啦 就是说我买到了 就有人买不到 我买到这个价格 就有人可能已经买不下去了 没有更多的比较合理价位的房子出来了 残酷啦 有点残酷 比较残酷啦 所以大家会比较难以接受啦 没错 这个也是没办法的 未来可能这个状况呢 会愈发严重 在某些特定区域啦 OK 好 那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边 好 谢谢大家收听这一集的防老级 掰 by bwd6 搁车 搁车 在某些耳元 在某些下位置下长 就会比较子 下位USB 我 下一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